請舉手 有 找了,他舉手了 有,我幫你按鈕了 嗨,你好 你要講嗎? 告訴老師你要不要 要不要講故事給我們聽 你的話好棒喔 旁邊的故事也寫得好好 可以講給我們聽嗎 我很堅定是 找你在 路上看到 一隻 現在不想講了 嘴巴好多喔 怎麼這麼可愛啊 那要不要媽媽幫你唸 要不要媽媽幫你唸 要不要媽媽幫你唸 State right 媽媽幫你唸好不好 好 還是哥哥幫你唸 要不要 好 好 我已經 我已經會比一百個中文字還多了呢 我一定厲害 幫你拍手 太厲害了 來,哥哥,來吧 當你在路上看到 當你在路上看到 一隻蟲蟻 你可能 會想去碰它 你一碰它 它 軟軟的身體 它就會變成 蟲蟻腰 蟲蟻腰 會 爬到路上 用它的尾巴拿別人 的東西 你只要等一下 它就會變 會原來 原狀 所以 你就不用害怕 你只要 不要去碰它 它就會變成蟲蟻腰 我絕對不會碰到蟲蟻腰 因為我從來都不會去碰蟲蟻 oh yeah 不會碰蟲蟻 因為我要把它放到我的釣魚竿上去 也是 釣魚時候需要碰蟲蟻 所以我不去釣魚 來 該你了 你的故事 我好像 不會念這個 因為字太小了 我看不見 ok 那 你要 你要我幫你念嗎 我 我有毛頭一眼睛 你要念這個啊 你剛剛自己的故事不念 你要念個歌的啊 我們有印出來 我有毛頭一眼睛 什麼都能看這些 我現在老是念 當你在 目視 好耶 他自己也不念 當你在任何一個地方 老師在念 你要念嗎 你要不要自己念來 可能會看到像 什麼 你可能會把它拿來做成沙寶 要注意看 要注意看 他有可能是大便 大便 蛤 沙子怎麼會變大便啊 原來他是乾了三個月的大便 他是乾掉的大便 你只要一碰他 他就會變成很臭 又是不同形狀的大便 又是不同形狀的大便 屁股小孩沒有穿衣服 屁股小孩沒有穿衣服 跟大便有什麼關係 他能變得多大就多大 多臭就多臭 還可以把人壓扁耶 還可以把別的大便變成大便腰 哎呦越變越多 好像僵屍喔 不過你不用害怕 因為他不行 你只要給他一個棒棒糖 他就會恢復原狀 所以你不用害怕 只要記得上完廁所要沖水 就沒事了 大便就不會出來了 耶 很棒 耶很棒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很喜歡 屁屁偵探的那個課也 嗯 對我也這麼覺得 你們學不喜歡那一本書 那一套書 我們沒有看過屁屁偵探 真的嗎 你們一定會很喜歡 沒有看過我們